我们现在去哪,我们去看滑冰,去那个石上海,后海,哈喽,大家好,我们现在去后海,看有没有人滑冰,那地方的湖已经结冰了,去瞅瞅,现在是下午两点多,在北京的马路上,在等车,看,好冷啊,来了,要去, 来了,我们打车花了多少钱,三十,三十,够了,看我们现在已经到后海了,后海,后海,这磕睡都睡着了,我们家, 买我们 ,买入 sur papier, å Bertha, Harry, 不会, 我们不是 promises 好 老师 有 replay 不是 老师 消防 adolescent 北站 这里有个庆丰包子铺 史大大在里面吃过包子的 然后他就一夜成熔了 看北京这里就是有很多胡同 他胡同都是通着的 可以一直走 不错 不错 前面有人在溜冰 我们现在就已经在后海了 这是一个很长很大的一条湖 它没有完全开放 应该是一些专业的溜冰运动员 在里面会溜冰 冰档葫芦 马来一串 好吃 好好吃 不一定的特色 冰档葫芦 不是很酸 因为外面有一层挂了一层糖 冰档葫芦就是汁太多了 这是里面山楂的汁 好吃 鲜冰档葫芦 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多人啊 好热闹 今天我们是白天来的 白天人比较多 晚上人也很多 但是晚上就看不太清楚 挺热闹的 虽然我已经来过无数次了 但是每次来的感觉都不一样 你这儿这里的冰 为什么没有结冰呢 因为这里水浅 因为水在流 我们找个地方去吃饭 那天晚上来的时候 那家蒜肉店关门了 暴赌店 北京的特色美食暴赌 那天来关门了 今天再去看看 这周边好多餐厅 不知道这里的房租怎么样 估计也挺贵的 好多电动车 还有共享单车 马迪尔冰棍 不是东北的特产吗 好 到了就这家 东兴顺 东兴顺 暴赌 就这家 营业中 今天是营业的 你看他们家好多标志 这个是中华老字号 那顶上的 然后再下面是 非虚极 非物质文化遗产 暴赌章 暴赌制作记忆 然后下面还有清蒸 还有你看老字号 反正这个店 还挺有名的 来尝尝 这个堵的最好吃 半生的 嗯 很棒 满得有 教授有吃饭了 教授有吃暴赌了 暴赌 吃羊的汤 羊的炸汤 嗯 好吃 先吃别凉了 辣椒面 辣椒面主要就是它这个酱 酱很重要 酱不好吃拌出来面就不好吃 我感觉它这个 这个辣椒面跟重庆的 辣椒面不一样 嗯 重庆那个是 面是很细 很圆 它这个是粗面 我个人更喜欢小 就细细的面 这个面太粗了 所以像那个河南的 烩面我也不喜欢吃 太宽 太粗的面 尝尝这个包肚 这个不能太大了 尝尝包肚 这个吃着 这个蘸料 一定吃得很脆 吃一下 嗯 怎么样 嗯 这才这个蘸料 这个包肚好脆 吃个羊肝 芝麻烧饼 吃个羊肝 香蕉 芝麻烧饼 芝麻烧饼 来开 看看 哇 哇 哇塞 芝麻烧饼 好有食欲啊 嗯 嗯 在和你吃一碗 那我吃一碗 要吃一碗 我吃一碗 飯 肉 鯊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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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店好有文化 这么多字画 还有很多明星 看看人齐了没有 看谁没回来的 外面也冷 早点到餐厅 早点我决定休息 今天大家也累了 晚前一点 我过来拍两条 吃光了 教授到此一游 我在录下 赖了 最后一夜 光一个 海鸡 我们在海鸡 海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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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玩皮影的玩具 静音后再预寂寞 百元祖内灵狗要记住 图死黄遮 但抑烫 深门不记得起 静音后再预寞 哈喽大家好 我们已经逛了两三个小时了 吃了喝了玩了 现在是几点啊 不知道9点吧8点 8点多我们现在准备回去了 5点52 怎么可能才5点52 6点不到 但是天已经黑了 你看5起码黑了 才6点不到我们准备打道回府 其实这地方也不是很大 就几个活动 走回去了 王教授 王教授还要回去写PPT 这是一个正门 大门 这里有好多个门 要是什么人 你要想那个 你要想滑那些 那是热气热气 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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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回去了 回去咯 我们要回去了 他我们去看到 他在买市里面 都是失败的 就说 是一个不太炖的 是带来 是一个 为了保证车重 和乘客的安全 全程 无人 那对